我們今天就講講念佛的公案給主委聽 先講解第一個公案 就是行事無常,全人念佛,精彭妙生 這是在江蘇省長蘇縣的門 有一座的精彭妙 有一位出家師父 人們不知道他的法名 所以就稱他叫做精彭妙生 精彭妙生,他平生都是很獨實的修西方精彭妙 平常都親親念佛 所以就親身體悟念佛真實的利益 他憐憫四千人沉淪在迷夢當中 隨意流傳,而不知道要修行念佛 空空地度過一生 深深可令人痛喜 於是他每天手就拿著一個板 於左邊層屬各個地座 而街頭巷圍就打板警醒四千人 所以高僧誠懇懇唐 這麼悵念 五常遜壽,一心念佛 說五常遜壽 什麼是五常呢? 无常是死亡的另外的名称 关教授 死亡到来是很快的 很迅速的 时期到来 无论男女老少 未年老的才会死亡 年轻的仍然会死亡 我们看过的人很多 都体会这个事实 所以他就高声打板 高声唱脸 无常迅速一心恋佛 无常迅速一心恋佛 所以恋佛要一心恋佛 不能三心两意的恋佛 恋佛还在大妄想 起杂量又不是一心恋佛 当时人们大多还未能够真正领会 念佛有什么奇特 在冰朝城重生十三年春天三月 军同妙生突然向左邻右舍 与其常熟人们告别上 恨劝大家珍惜时光 好好念佛老生要走了 所以奉劝大家 要珍惜时光 时光就是光阴 我们的时光 一寸光阴 一寸的明光 时间分分分秒秒的过去 我们的明光也分分秒秒的消失 所以要珍惜时光 好好念佛 要忙着时间没有什么意义的事 而不懂得生死大事 这个念佛是生死大事 把生死大事往往忘记了 不懂得念佛 忙着时间不关紧要的事 而却把生死大事 而却把生死最重大的事 把他忘记了 所以他奉劝大家 珍惜时光 好好念佛 老生要走了 当时翁熟元尚书 翁熟元尚书是谁 江苏省城属这个地方的人 他的字号叫做保灵 是康熙人间的近视 他官做到寻不上属 他的个性很和平 宽厚正直 万能处有 《书庆土曰所乎》这本书 《书庆土曰所乎》 他处作这本书 在这本书里面就记载有 《书庆土曰所乎》 《书庆土曰所乎》 而用来证明信愿灵火 可以往生极乐世界 这个叫翁熟元尚书 当时翁熟元尚书 年纪才八岁 他正在门口游戏 天哪里面有 金土曰所乎 看到翁熟元尚书 特别亲切 摸着他的头挺 乖乖乖乖 摸他的头挺 慈祥恳切地说 小相公啊 你要好好练活 老生要走咯 东树园当初也不了解 因为年纪还小才八十 这是什么名故呢 不了解这是什么名故 怎么说 你叫我好好练活 我就要走了 第二天 金童庙山在佛前领相拜佛之后 就断身辅佐 结家辅佐 生体做得也断身 就和掌念佛 果然安详自在 再做饭而去 就往生了 而这次翁十元 青年所见到真人真事 当时见到听到的人们没有拨公庆羡慕战胆的 羡慕 公庆羡慕战胆 但念佛公庆羡慕战胆 真是真正不可思议 因而就发心效法修学 发愿往生西方净土 这次翁十元真人真人真实 就记载在翁十元上书 万年所促作的 《苏净土月娑战胆之内流传于世界》 而转转劝化其他人 劝化其他人要及时念佛 由此事实证明 劝修圈土 敬业 劝免好修持敬业 敬业就是念佛往生西的世界 的敬业 决定当生可以成就的 这是讲过第一个公安 第一个公安 第一个公安是什么呢 就是《三岛大师的传》 《三岛大师》是我们庆土宗第二组 初组就是卢山元公大师 慧元大学 二组就是三岛大师 三组成远大师 四组法造大师 乃至到现在是三组 印光大师 四组成远大师 那我们今天就讲《三岛大师的传》 这是从年终正患所记载的《三岛大师的传》 三组成一集 法慧叫做善讨 也就是法名称呼善讨 为什么称一个慧呢 就是恭敬尊重的意义 必慧不敢直呼其名 所以加一个慧 像我们对父母的名称 我们都不直呼其名 在写文上要加一个慧 父亲会什么 母亲会什么 不直接写名称 但是还有对我们师长的名称也是一样 对于古代高僧大法 我们的必会直称其名 所以加一个会 也就是大师他的法号叫做善讨 而不能够很仔细 了知他是哪一个地方的人 人们都称呼他的善导和善 说他是阿弥陀佛发生再来的 记得 当真观众见习 西河造禅寺 净土九品道上 喜悦此证度佛此经验 我们这文言文文 我们也换成白话给周卫天 在唐朝的唐太宗 零号真观当中 看到西河这个地方 到处尘尸 那有净土九品的道具 他看到之后就翻写这么少 这真正是进入佛法修行的精神药法 修持其语的行业是比较愈疲难以成就的 愈悔 比较偏僻难以成就的 唯独这个净土令佛法门 宣伤超越了他身上 比较大人清清读识的 精清清苦的修行 白天夜晚就礼拜阿弥陀佛 送念阿弥陀佛的圣号 或者宋庆也是有关信徒 礼宋白天夜晚就礼拜送念 接着就直接用白话文消失就好 我直接看这文英文 不必重念再消失 我直接看文就翻成白话给周一天 不久他就到了清识 清识就是皇帝住的地方 到清清识去了 那以激烈的劝发而示众 比丘比丘 你又不说又不已 简称叫做示众 这个比较繁首的称呼就是七众 出家五众 再加二众 出家五众 比丘比丘比丘临 是什么呢 撒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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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二众又不舍又不已 那假如讲到四众 就采取比丘比丘临 其余的小众 就归入比丘比丘临的众里 所以就不详细分 那再加二众 能难保持 又不舍又不已 所以出家的二众 再加二众 合起来就四众 他就很激烈地 来劝勉 劝发 比丘比丘的又不舍又不已 四众的佛弟子们 妹妹落入皇室 他就成贵唱火 人家很用功 妹妹出外进来 然后回来到皇室里边 他就是成贵 成贵在佛前 唱念佛号 人家令我很用力很用心 唱念佛号 不是光是默念 不出神 人家唱念 非律节不休 不是力量节清 他就不休息 出外 那麽就演说 清徒法门 三十多年未曾睡眠 这个我们就感觉很奇怪了 不可思议 我们一天不睡觉就感觉精神不行了 人家三十多年不睡眠 都这么清静用过 都这么清静用过 而且哦 都这么清静用过 好多饮食的供养给大众 粗略 不好的饮食自己用 所有人家不失的称情 用来书写 奥密陀金 十余万圈 十多万部的奥密陀金 一圈 一部弥陀金大概一圈 那么十万余圈 十万多部的奥密陀金 用写 过去都用书写 不像我们现在印刷书 一印就好几万部 或者几千部 很方便 过去用写的 用到人家供养的情材 来画净土的变相 有三百余币 三百多个墙壁 就画净土变相图 极乐世界庄严的变相图 给大家去公信 去观赏 使人家生起 令和求生极乐世界的血 平常也修理 经营 迎建这个佛塔寺庙 然后在寺庙里边 就燃灯能够继续光明 都是修复的 三一 出家师父都有三一 地球都有三一 大一七一五一三一 还有他的平他的波 不使令其他人来拿 他都自己拿 自己运用 他走路不共 共人家走路 不跟人家在一起清醒 可我们为什么呢 恐怕谈论世间的事 我们清醒就一个人单独清醒 可以好好练活 你跟人家走 两个就谈天起来 很多没有念 空过光阴 所以他走路 清醒不跟人家在一起 就是恐怕谈到世间历史 所以无论是出家众 俗众 随同他教化的人就很多 在这个地址 地址当中有读送阿弥陀琴十万部 一直到五十万遍的 十万遍或者五十万遍的 每天念佛的名号 一万 有的一直念到十万的 那么多 而在这个当中得到念佛善美 往生进度的不可气数 就是带着不能记录下来 或者有人就问 念佛往生进度 真的能往生进度吗 大师就回答说 如同你所念的 能够圆满你的 所愿望 决定往生 有劝勉四千人的念佛的七宋 这么说 渐渐建立chu脑 看刀行不隆重 假楼清于满堂 齐眠衰沉老病 任路千万快乐 无常中世到来 唯有进路修行 但念阿弥陀佛 你看 这个气声很好 逐渐逐渐的 身体的皮肤变成脊皮 脊皮多大 有老龄斑逐渐出现 年纪期小孩子的时候 皮肤很细润 很有问题 年纪逐渐到手脚皮肤 逐渐割大了 就是脊皮 头发本人都是黑黑的 小孩子头发都黑黑的 年纪逐渐大 头发逐渐变白了 有的完全白了 成为白鹤 好像白鹤的头发了 所以渐渐剧皮和我 自己衣服如舌 也是白鹤白鹤的老人了 变成白鹤鹤的老人了 今年七十一岁了 七十一岁就是老年了 成功以来七十古人心 七十二古人心 七十岁古人就很稀少了 所以我们都老了 所以我们都老了 都是白鹤鹤鹤鹤鹤的人了 以前年轻都是很幽润的 都很无论手的 现在不行 现在不行 逐渐逐渐的皮肤变成脊皮 头发变成白鹤的颜色 后发 看看行不隆重 看他走路起来 连老了 就摇摇摆摆了 走路不稳定 脚步不稳定的 就脑袋隆重 假老轻易碗糖 七面衰成脑病 假使使命他非常富贵 富贵的情形和黄青白玉 充满刺激整个天堂 整个房色 虽然这么富贵 难道能免除衰残脑病吗 富贵的人也要衰残脑病 并不是贵贵的人才会 无常是平等的 不分富贵贵贵的 不分难以老受 难道能免除衰残脑病吗 任何在世间享受千万里快乐 无常死亡的日期啊 终究会到了 那要怎么办呢 无常都会到来怎么办呢 唯有倾入修行 当念我密头 无 treasures 唯独有一条 几天流断 所谓清通清又清的 清徒灵活法门 我们只要好多信愿 成立无弥陀佛的生活 凭说我们也能做目做众生同行 凡事都是存良心 今天的说好话做好事 那就加上我们的信愿念佛 这样子我们将来一定可以往生起的数捷 所以唯有进入修行当列无弥陀佛 或者有人问 为什么缘故不使令人家做观想 而直接用专业成立佛号 阿弥陀佛的名号呢 为什么缘故不使令我们做观想 而直接专门要我们称的名号呢 下头回答 而众生的夜上很深处 观想的境界很维修 而我们众生的心很舒服 世神都是辉煌的 所以观想很难以成就 所以伟大的圣人 必爱灵敏 和末法时代的众生 直接劝明我们 专专业成立无弥陀佛的名号 正是由于成立名号容易的名号 所以相续念佛的心就能够生起来 就能敬念相起 假如能够练练香血 尽此这一宝生作为其限的话 十个人这么念佛 十个人能往生 百个人这么念佛 百个人能往生 为什么缘故呢 没有外头的杂乱的情缘 影响我们 我们可以得到尊敬的缘故 而且跟阿弥陀佛 本来所画的诗愿相应的缘故 阿弥陀佛在印第 最初是作为一个国王 后来遇到很幸运的遇到四次在王河 听闻他说法感动 于是首期国外 他就发心出甲 成为法杖菩萨比丘 法特菩萨比丘就对四次在王河面前发了 四十八月 四十八月的内涵 就记载在《无量寿庆》里 大家有念课 读诵课 无量寿庆都有 而在四十八月当中 其中就有1月 第十八月这么说 射不得佛 射不得佛 十八重生 自信信药 遇生我果 乃至十年 莫不生者 不取称权 唯出无力 毁谈证法 这个愿就是第十八月 第十九月 意思就是 射不得佛 假设我成佛 十万众生 就是十万世界的众生 自信信药 自身 自信就是自诚恳切的心 真是诚实的心 就是自信 信药 信就是有信的资良 我们修净土法门 要紧要具备三资良 有信愿行三资良 什么叫做资良 何必我们要到出外去旅行 比如到国外去旅行 我们必须准备粮草 钱财重重 才能到达目的地 我们在所有世界 想要往生起的世界 我们也要具备资良 这个资良就是信愿行 所以这里 第十八月道 说自信信药 自信就是自诚恳切 专制诚实的信 而信 信就是生信 真实的信心 就有信的资良 药 药就是很欢喜好药 就有怨的内 欢喜好药 往生极乐世界 就有怨的内 欲生某国更有怨的内 想要往生到阿弥陀佛极乐国土 所以有怨的内 哪次实验就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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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次就是操累之处 好比有人小孩子去听闻这个法文 他就幸运念 一直念到 比如活到一百岁 往生了 一生等于念到九十多年 有的寿命没那么长 有的比较晚听到这个法文 所以有的修了八十 七十 六十 五十 四十 三十 二十 十年 一年 乃次 他以前都不争灵活 现在病 病得很重 也快要走了 遇到三支社 然后三支社就开导他 你修其他法文都来不及了 看你情况很危急了 你叫 然后告诉他 其他实验那么殊胜 什么实验痛苦 要因你受跑 心求其辣 你就跟着我了 那念不到实验 怕也往生了 有 以前都不曾听闻 而他遇到三支社会开导 他也这么成年 乃至只练他十年 十身 奥密陀佛 不断十身 因为医生也行 因为念了往生的当下 一刹路 很快的实验 所以念一生刚好 也就往生 也可以 所以十二练 一练都可以 我们造业的时候 也是凭一练之前 一练的行 想要造二 所以就造吹 我们要造三 我们往生进土 也是凭最后一练 所以凭说我们就好好修 但是或者说来 人家到命中才练 实练 或者一练 也都能往生 那我就等到命中再来练吧 平常都不练 那就不保险 人家是有大善坑 才遇到善知识 而且他有信受奉行 没有大善坑 他做不到 所以我们平时还是修习惯 习惯成次来 这样才好 所以乃至十年了 就是写 所以这个院里面就具信愿 若不生财 不具正确 假若不往生的话 我完全不正好 为主无力 唯独出去犯无力罪的 无力罪就是 是父是母 是欧罗汉 出何生血 破何何胜 把最重大的罪恶 这无力罪 除去 还有毁谤正法的 除去 毁谤正法 就不会信净土法 所以他 这两种除去 其他都可以待悦往生 所以有这个院的内涵 就有待悦往生的道理在里头 没有待悦往生这四个字的名文 但是有待悦往生的义里存在着 所以过去我们侯教会 有笔赞 是待悦往生对的 还是消悦往生对的 笔赞 最后是水生 待悦往生 也都消了 还要谈到晚生 所以 这个就是 这里就是说 与佛本愿相应过 跟阿弥陀本来所谓是 相应的运过 而不为教徒 不怪为教法的运过 谁是佛 精言欲语的运过 假如手去 专烈 而修杂 修得很窄 这个修那个修 修得很窄 这样的话 一百位当中 很少得到一两位往生 一千人当中 一千人当中 很少得到三四位往生 为什么运过 因为 有这个杂乱的情缘案 这个 恼乱 重大 专失我们正念的运过 跟阿弥陀佛本来所谓是缘 不相应的运过 跟教法互相怪味的运过 不随身佛语的运过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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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正念 不相续的运过 心 不相续 包括 和生恩忠德的运过 虽然造作一个行业 常常跟民文立昂相应的运过 欢喜 亲近杂乱的情缘 自己障碍 还有障碍他人往生正行的运过 所以最近看到各个地方 道众俗众 结形不同 而专修杂修有差异 只要使你专一 来修持的 专心意义 修持的人 十个人 十个往生 假如杂修 不自信的情况 一群人当中没有意味 所以他就普遍地去门一切人等等 要算好自己 想一想 思维思维 寻处作物思维 必须要策略自己 自行 要克服自己 白天夜晚都比较荒坏 净死对保神的生命 对保贼其的口报 对生命作为其限 就进行做这么小 前一年命中的 后一年就往生了 那么既然往生 我们就尝试用这很长的时间 能够广泛享受佛法的安乐 乃至一直修道成法 这难道不感觉很畅快吗 他又做了临终圣念的文这么说 说凡是一般人临命中的事 想要得以往生进度的 必须首先要准备不要怕死 不要到了临命中的时候怕死 怕死就要求生 求生 赶快吃什么 乃至不惜的杀害众生生命 补自己身体 造罪来补身体 即可都做了 造罪的死 所以我们不要怕死 常常想念 这个身体大多有痛苦 身体不干净 我们造作种种恶业 种种交相的残忽 那么我们现在往生了 就能够舍弃过悔的身体 而超生青土 享受无量的快乐 又能牵破文化 拜见 无你头发 听闻生法 能够真正离苦 去到乃至最称义的事情 合不称何我们心意的事情 就如同脱掉我们身上穿地 修会破壁的衣服 而换上 跟这个非常美好的衣服一样吧 所以我们要放下身心 不要身体贪酬 才有病患 无论轻重 我们就要想念到无常 一心等待死 不要怕死 一旦生病 无论轻无论重 我们就要练到无常 练到死亡会到的 我们就要一心等待死 也必须嘱咐家人 以及凡事来问候我们的人 凡事来到我的更前 只为我恋佛 第二是人权宣查的话 还有家中长短的事情 也不需要卵雨的安慰 卵雨安慰 祝愿你长命百岁 你要久远处事 度发重生 祝愿安乐 这些都是虚发没有利益的话 脚落病重 病很重 将要命中 清除不要垂涎哭泣 不要在他跟前垂涎哭泣 以及发起 集团懊恼的声音 来迷惑老乱心神 丧失他的正念 不然又怎么样 只要好好同心跟他念合 他念合你 帮他念合 帮助他往生 假若能够明白通达 净土的人 频频来策略他 这极为大幸的事 假若能够 依照这么样做的话 决定往生 没有疑惑 大多看到世间人 平时念合 发愿求生极乐世界 还是蛮是感情蛮清静的 而等到他 临命中的时候 却又怕死了 多不受责 要往生的事 有时候就改练观心菩萨 求赶快承受吧 病快好吧 或者念药师父 念其他 赶快病好起来 我们要知道 因此开示我们 凡事遇到重病的人 重病的人 要一心念佛 求生极乐世界 不要一心想要身体好起来 你身体啊 总会去的嘛 你假如一心一意 想使命身体好 结果也好不起来 你也没有念佛 就随意流传 你假如一心一意地念佛 求生极乐世界 命会该终 病会快好 命脉已终 也能随便往生 所以这个是关键处 所以到达的命中 不可以又怕死 都不受责往生的事 所以对于死人 重大的事情 必须住家自己 着力才可以 一定差错 我们就立即受苦 而受苦 有谁来代替我们受苦呢 也只有自造自受 不会别人代替我们受 所以要好好地思维 对这个要好好思维 那么大师自己念佛医生 就有一道光明从他口里出来 念十生乃至百生 有十道光明 一百道光明都出来 忽然一天告诉人家说 这个圣灵是可厌恶的 我将要欺贵了 就往生前的事情 来登上世前的柳树 向西祝愿 走 愿佛愿无名不接应我 菩萨帮助我 使令我不丧失尊严 可以往生安养 就起了事情 祝愿之后 就投身下来 就往生了 唐高宗皇帝 知道他的这个时期 神义的时期 所以提他的寺庙 的名称叫做光明寺 因为他念佛一生一道光明出来 念十生十道百生百道 所以他的寺庙叫做光明寺 后边就有赞叹地画 说曾卢山云公大师 之后两百年 除了三岛和尚 大洋大大弘扬 进度我们的教化 来证心临终 临终就此进度中 他这么说 如如手链 谁如手链 如同你手链 能够圆满你手愿望 又说到专业的人 十个人专业 十个往生 一百个人专业 一百个人往生 修杂业杂修的人 百个当中西少得到一两位 千年段中西少得到三十五位 所以他得识地观察 唯独塞医跟奥密的我本愿相应 不相应的地处 专专业的人就跟奥密的我本愿相应 杂修的人就不相应 跟奥密的我本愿相应 而且幕后讲到临终的圣列文 天一开始肯切到指示 成熟出来 可以说是慈悲性太可应切了 所以我们学佛的人 应当要认取 试取 认识 而来领取 这个净土中正脉的源头 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 就吃饭时间到 我们就讲到这 那么就祝愿 祝威 回去之后 各个都能够专修炼佛 专修炼佛 平时我们就是能够坐牧着 众生风行 而在家里都能顿问净分 显摄存成 那么平时我们就是 幸运念法 这样子 万象回向其方 将来各个都能 万象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回向